好 没关系 没关系可以贴着 我录你呗 你都没有吃 我一直在吃 干贝糖真的蛮厉害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蛮棒的 然后我常常说为什么生的不吃 要把它做成干贝糖 跟20年轻人吃还是一样的味道 它虽然说是糖 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干燥的干贝 对啊 我觉得它就是跟咸鱼有点一样的概念 以前那个就是可能补太多了嘛 以前这个是很补太多的 你又想要把它留下来 以前是补太多 所以需要保存 现在不是 现在是补太多 是为了要卖 那些小朋友都比较厉害 以前的真的很大客 现在看不到那种尺寸 20年前有人去日本一定会买回 而且都很大客 现在没有啦 对对对 以前的干贝糖都很大客 因为早期我们去日本会买 我在北海道买 去日本一定有人会买回来 对啊 而且早期去日本它还有卖鲍鱼 鲍鱼 鲍鱼你可以买回来 它都是一袋一袋的 然后都是可以整箱 以前是还没有 还没有禁止 还没有禁止 禁止的时候 你连苹果什么都可以打香 苹果可以喔 以前还没禁止的时候 真的很久欸 所以以前农产品是可以进来台湾 对啊 我们以前去日本就是 整个都是打香啊 嗯 那个导游他就会在 他就会在那个游览车上就问你啊 然后他会介绍说 他会拿一些零食给你吃啊 那问你说 欸有哪一些 哪一些你们有没有需要啊 对对对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 跟朋友一起啊 臭一臭啊 然后就是 打一箱的那个什么 鲍鱼啊 小鲍鱼啊 然后吃其他的零食啊 然后再带回来 或是苹果啊 苹果也那时候还没有禁止的时候 苹果都可以打香回来 我们是旅游达人才有办法加入那个 可以 可以运那个 经历过打香的那个 打香苹果进台湾的压史 对 欸 啊现在都不行了啦 不行啦 现在农产品哪能进来 对啊 嗯 这次 这次刚好 人家要去印度 我们没有办法跟 对啊 我们常讲印度就是这 这一对夫妻 我不先去啊 我们上次 麻丘比丘也没有跟到 各位 干杯的抱怨 各位 没有跟到 麻丘比丘也没有跟到 希望下次有机会 对啊 希望下次 我们可以跟一下 下次如果要去 要去澎湖 或者是去那个 金本马祖就要你跟 哈哈哈哈 看看啊 所以干杯糖好吃 好吃 好吃 他有想要去骨尔鸡啊 骨尔鸡 他想要去 只去伊斯坦堡 其他的地方都不去 哦 伊斯坦堡我也好想去哦 伊斯坦堡各位想去吗 骨尔鸡不是在动乱吗 没有啊 还好吗 不会啊 其实我跟你讲 有时候 很多 我觉得大家要 要用自己的眼睛 还有自己的感受去 去 检验 现在的资讯 因为 像我们那时候要去 墨西哥 很多人都告诉我们 治安 那很乱耶 可是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墨西哥它其实动乱的地方 只有在靠近 美国的那一两个省 但是我们这边因为 资源 资讯 国际资讯比较少 我们会统一把它 认为它是不好的 对 可是我们其实去那么多的地方 墨西哥人非常的 热情友善 而且很友善 嗯 我们不知道去了 第几天的时候 我们就跟我们朋友讲说 下次再有人说 墨西哥不好 我们一定 为他平反一下 一定 因为他整个给你的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 然后非常活泼的一个民族 他们的结婚是游行 哦 够赞的啦 是在整条街 街上游行 然后你连 我们只是旅客 我们都可以 感受到他们的那种 欢乐 对 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 非常有色彩 然后非常活泼的民族 我们还想要再去啊 真的喔 我们还想要说 墨西哥是 我去那么多地方 你最喜欢的吗 那我跟他说 我还想要再 再去一次 再去墨西哥 真的喔 而且我可能这次去墨西哥 我会往后走 后面的几个小三层 哦 他们小三层很单纯 然后颜色很漂亮 然后很 很安静 墨西哥有分什么季节去最合适吗 嗯 这还是有 还是要再看一下 看一下喔 对 但是他基本上 给你的旅游体验是很好的 但是不要接近坎坤 坎坤这个 就很乱吗 这个海滩呢 基本上是美国人去的 然后只要有美国人的地方 他就是物价抬高 哦 然后就是非常的混乱的地方 哦 但是你离开那个观光圣地 你其实在其他的地方 你获得的旅游经验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是很美好的 对 然后 而且很多人都说自安很不好 可是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秘鲁 或是墨西哥 他们其实对观光很重视 所以他很多那种观光景点 他们基本上都是重装的警察 哦 都是助手的 所以 那晚上可以出门逛街吗 可以啊 其实都很安全啊 哦 那晚上有什么东西 墨西哥 超市吗 什么 夜市还是什么 没有这种东西吧 这只有台湾台有吧 他没有什么所谓的夜市啊 但是 基本上 他还是会有一些活动啊 然后或者是说 尤其墨西哥有一些 乐团 就是那种 三五个人组成的那种乐队 然后他都在街上 或在人多的地方 然后 或是在餐厅邻里的地方 你只要付钱 他就在 在你身边 为你演奏 哦 听起来好好好 浪漫 浪漫 难怪 难怪想再去一次 哈哈哈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遇到 那个他们 我们朋友有挑选 那个他们的 那个 教堂的 节庆 对啊 后来才发现 原来墨西哥 也有那个 贏心灵 哦 他们的生命 我们出巡不是就是 前面都是人嘛 中间有可能神教 对对对 七爷八爷啊 或者是一些神像 只是说把那个 我们的教子 或是 神像 就是他们的七爷八爷 也换成他们的 那个基督教的圣人啊 他们也过得很大的 一个人像 也是在那边 走这样子啊 或是把他们 他们也有那个神龛嘛 也是会 在那一天就把 一样扛 扛出来 扛出来 好有趣哦 哦 就是跟那个 其实跟我们 就是把那个 对象 对对象 把他换掉 对对对 还蛮有趣的 是刚好遇上 对不对 就我们刚好我们朋友 有记录 他们在规划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有 比方说我们在那个时候 出去的时候 也许会有哪一些节日 哦 然后 有机会会遇到什么活动 特别说 那可不可以把这个行程的路线 就刚好排在那一天 最好在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可以遇得到这样 所以就会稍微 稍微做一下调整 像我们这次去印度 也有一些 可能有节庆的地方 我们会特别的 会停留下来 对 所以我们的行程 就不会像人家 一般什么 顺时针或逆时针 对 我们变成一个三角形的 飞来飞去 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去体验 他们的节庆 那个节庆 对对对 那我挑时间 就给我这段时间去 因为印度的话 就是这11月份 也算是他们的肝季 因为上半 哪个肝 就是 他们有分雨季跟肝季 热在国家 有分雨季跟肝季 雨季就一直在下雨 就不方便 而且那时候去 比较容易就是 东西会比较腐败 然后也比较可能 会有肠胃上的疾病 所以通常就会 比较避开这一段 往后面 比方说他11月到3月 是属于比较不下雨 干季的那个冬季 通常也不会那么热 不然硬度 他通常会热到40度 怕死了 那所以说 旅游的时候的体验 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选在后面这个时间 他的平均温度 大概只有30度 28度 然后 等于跟我们台湾的 温度比较像 所以你们温度也看过细温 对 所以会比较舒服 不然温度太高的话 知道要戴什么衣服 真好 所以可以吃得到 那个印度 印度什么 印度甩饼吗 夜市都有那个 是真的 是来自于印度吗 可能会吃到 让你求饶吧 他会用左手甩 还是用右手甩 印度咖喱 他们好像看起来似乎 我们去Google那个资料 他们每餐都是咖喱 真的吗 印度咖喱 然后配它的草饼 香料用很多的民主 对 然后对于香料用的很多 每个地方可能口味 会有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 但是他们统称都叫做咖喱 咖喱 对 所以你可能 而且我们去的那个 拉甲斯坦邦 它基本上是一个素食的省份 所以它基本上你吃不到肉类 大部分都是一些炖的根筋类的菜类的咖喱 那还好干杯你没有去啊 不然你会很痛苦 我没有去 没有吃到肉 哈哈 没有就肉 那整个省份都素食 对 除非你回到德里 才有可能有肉类可以吃 什么羊肉啊 对啊 其他地方应该会比较少啦 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旅游的餐厅 会有提供 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素食 他们七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吃素的 真的喔 这样算很多耶 很多国家人口来讲的话 对那个省份基本上 是那个省份 对 可是其实印度吃素的人很多 对 因为他本身 本身他有印度人不吃牛 印度教的人不吃牛 那也不吃猪 那伊斯兰教不吃猪 对 因为他们有大部分的人是印度教 但是有十几% 二十%的左右是伊斯兰教 然后他们不吃猪 所以那你的羊很可怜耶 所以大部分的 他一出生下来就一定会被吃掉 那边的应该都是比较属于羊肉的东西 对啊 羊面面好可怜啊 没关系我羊肉还是可以接受的 什么 你又没有去 好OK 那就随意小聊啦 随意小聊 今天我们刚好有跟旅游达人在一起 对 去日本一定要买的干贝糖 对 要顺便开 这个牌子还不错 还不错吃 因为我们是在黑门市场逛的时候是随意跳的 对 可是他这个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日本的零食应该普遍像这些 应该都还不错 口味都好 要踩到雷应该不容易 对应该都很有品质的 好 各位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小朋友 这是小朋友 我们不是拆一颗大的 是拆一颗小的 他有大有小我懒得挑了 然后珍惜地球资源东西要越少了 对 连小的都拿出来了 连小的都出门了 有没有 有 太近 太近 我可不知道 那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对啊 下次如果有机会再请旅游达人现身 对 他们身上有满满的知识 旅游知识 对他们刚好就是 那个什么 要 要 要准备要去坐飞机了 对 然后来我们家 啊 这边 度过一夜 是的 来拖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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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由Q讲来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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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Q讲干杯糖 不行啦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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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